好 大家好 希望大家享受我們的敬拜練習的時間 感謝主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真的來敬拜神 我們歡迎大家如果你想要從你的位置上起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現在一起有這個敬拜的時間 我們把我們剛才吃的麵包 為著神的榮耀來在神面前跳舞 來使用剛才給我們的體力 那個麵包給我們的體力 好 我們可以 我們先讚美敬拜以前 我們先大聲歡呼好不好 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心提升在神面前 我們五聲哈利路亞 然後我們就開始自由地來讚美祂 好 數到三我們就一起來五聲哈利路亞 一 二 三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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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們讚美祢 讚美祢 讚美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主我們讚美祢 讚美祢 哈利路亞 主我們歡迎祢 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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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全能說我們讚美祢 擁有 擁有的誰我們讚美祢 讚美祢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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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讚美祢 哈利路亞 Hallelujah 你们先预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祂是耶和华 造物的主宰 祂是耶和华 却能够上帝 祭奠的相告 万事的盼生 祂是耶和华 祭祀你的神 祂是耶和华 造物的主宰 祂是耶和华 却能够上帝 祭奠的相告 万事的盼生 祂是耶和华 祭祀你的神 祂是耶和华 祭祀你的神 祂是耶和华 祭祀你的神 祂是耶和华 全能够上帝 祂是耶和华 祭祀你的神 自由拥有尊神 要我爱的神 耶和华撒冷 平安住上帝 以色列真神 勇在你天父 他是耶和华 祈祈祢的神 我把圣告出来 耶和华撒冷 也和华撒冷 平安住上帝 以色列真神 勇在你天父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我们大声的宣告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帝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耶和华一乐 我的供应者 耶和华的一心 得神的尽情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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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我们持续地来唱 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你可以跟他一起来跳 哈利路亚 祈祢的神 哈利路亚 祈祢的神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一起欢呼赞美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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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赞美你 他是耶和华 祈祢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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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皇帝 激烈的山高 我是你盼施 阿世耶和华 祈祈祢的神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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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耶和华 全能住上帝 阿世耶和华 祈祢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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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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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耶和华 却能处上你 祂是耶和华 祈自你的神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歌手你的名 哈利路亚 祝你四言和华 却能处上你 祂是耶和华 祝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祂是耶和华 却能处上你 祂是耶和华 却能处上你 为何我兴致祢的神 祝我们赞美祢 祢是烟花 祢是依止我们的神 祢是得胜者 祢是万世的磐石 祢是我们赞美祢 祢是我们赞美祢 祢是我们高举祢 亚伯拉安的神 祢是我们的磐石 祢是我们赞美祢 耶和华已乐 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好不好 你自由了开口 持续的向神来赞美祂 用刚才的歌词 你可以称颂祂的名 哈利路亚 祢是造物的主宰 祢是耶和华全能主上帝 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永再的天父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都圣了圣了我们赞美祢 我们欢迎祢掌权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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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赞美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让机会给大家 好不好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开口 你刚才唱的那首歌 如果有一句话感动你的话 无论是永再的天父 或者我们的主宰 我们的得胜者 我们耶和华以乐 你就把它宣告出来 你可以赞美祂的力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开口赞美祂 主我要来赞美祢 主你是万事的磐石 你也是我生命中的磐石 主我要来赞美祢 你是以色列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磐石 我要来赞美祢 主我要赞美祢 你是医治我的神 我所有的治病 都不能胜过祢 主祢胜过一切的治病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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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赞美你 你是创造我的神 耶和华是你 我会来尊重你 阿们 好吧我们现在大家 我们再一次同心合一的开口 你再把他的名字宣告出来 无论是依赐你的神 你的盘石 你的得胜者的定期 你把它宣告出来 主啊我要来赞美你 你是依赐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盘石 我们的得胜者 我们的惊奇 我们要来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主 哈利路亚 你是全能主上帝 全能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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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谢谢主 人们的决定财物 还是真能主上帝 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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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谢谢你 耶稣我们谢谢你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 祷告和赞美 主你就是那得胜者 你就是我们的神 你各样的个性 主都是为着我们的 主谢谢你 主我们荣耀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掌钱 在今天的聚会上 你高摩Michael 他的分享 你也高摩我们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 敞开的心来领受 主你在逾越节 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和启示 谢谢主我们赞美你 祷告奉你极宝贵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姐妹请坐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第一堂的 逾越节节期的 这个讲座 我们首先今天 会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来 认识犹太的节期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 我们要更深入地去了解 逾越节期 耶和华小遇以色列人 小遇我们来过 逾越的节期 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呢 最后一个我们会了解 耶稣第一次来 实际上就是成就了 逾越节的羔羊 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救恩 带领我们从我们一切的捆绑里面 被救拔出来 所以我们就首先来看 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 犹太人的节期呢 在立位记上面有讲 神让摩西来小遇 以色列人 说我指定的节目标 你们应当造极盛会 我想先来问一下大家 请大家举手 如果说去年 Dr.Renny 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两次特会 你有参加过其中任何一个的请举手 请放下 那我这样知道 所以我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有举手的 你就可以来回想一下 我自己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感谢 我们教会这样子安排了 去年Dr.Renny 来到我们当中 这样子第一次来带领我们 开始来进入 来了解 来领受 耶和华的节期 到底跟我们这样 有什么个人的这种关系 那包含我自己 以及我所知道的 好几个我们教会的这些 我所认识的同工 都在去年这个 因为我们开始来领受 开始来进入到 认识了耶和华的节期 我们从逾越节开始 然后后来又有 这个祝鹏节的节期 因为我们照着 神借着祂的仆人 所教导我们的话 我们开始去种下种子 我们去认识 去领受 在神的天门打开的时候 比如说在去年 在这个祝鹏节节期 祝鹏节期 大家大家都记得 Dr.Renny有说 祝鹏节节是神 创造的日子 是把我们的生命 整个创造出来 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 在祂创造的日子 在祝鹏节节期 种下种子 并且洁净我们自己 来预备好 我们的下一年的时候 神就根据我们所 我们所种下去的 根据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祝鹏节节期 天门打开的时候 帮我们set好 我们的下一年 我们跟祂之间 受祂祝福 受祂保护的关系 不只是我自己 我看到了我们好几个童工 因为我们这样子 按着神的心意 我们站入到 神的这个恩典里面 在祂天门打开的时候 我们照做 我真的是看到 我们好几个童工 不论是在属灵上面 在健康上面 在生活上面 甚至于在 所摆的来在财务上面 我们真的都有很多人 领受到各方面的祝福 甚至于 其实讲到一个最简单的 今天你与我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日期 其实 我把它解释出来清楚 你就会赫然发现 神真的是有 祂很美好的心意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要来祝福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 以及下个礼拜天 来办这两次的 Worship特会 这不是我们这几个童工 自己定的日期 是教会的 这几个最资深的leader 他们开会早就决定 在一年年度 开头的时候 就在教会的行事历史上 就已经定下 这是他们所受的感动 最适合的时候 我们当初 我们来跟领袖们讨论 领袖跟我们这样子 长老跟我们这样子讲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是想 我并没有很清楚的感动 说我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来办 但是我基于顺服 所以我知道 教会经由领袖来所 跟我们讲的 我就接受 这一定是神的心意 结果接受下去以后 其实我当时所不知道的时候 我的背后 我在工作里面 我的那群老板们 正在那边在讨论 在这个时间 要派我出去出差 可是呢 当我这样子凭着这个 印的信心 接受下去 好 教会 指派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来办这两个workshop 我接受下去 下个礼拜一回去工作的时候 我就被宣布 四月 下个礼拜天 晚上我就要出发去出差 那你看 当我们 我凭着信心 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 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愿意把我自己摆下去 把神的事情当成第一优先 神的天门打开的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一起来预备 世纪的工作也必须让路 他必须要让出来 那我们再来继续讲下去 你看 事实上三个礼拜之前 Dak Damian 这个Pastor Damian Dak Damian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教会也事先并不知道 他事先会讲 逾越节的这些内容 但是结果神感动他讲 那教会本来 将牧师是 要我们大家在两个礼拜之前 小家聚会的时候 全教会的小家 都要来听 Dak Damian牧师的讯息 结果呢 因为技术的关系 所以有了延误 变成是上个礼拜 众小家们才听 结果大家记不记得 Dak Damian牧师里面 我们上个礼拜所听的 Dak Damian牧师 他就是在讲 这些逾越节的这些内容 所以神实在是 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 他天门要打开的时候 就今年的4月14号 15号 逾越节期之前 就让我们的心都预备好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 那想想我们自己 在神面前的这个经历 我们就发现 神真的是并不偏待人 神并不是偏待以色列人 所以特别让以色列人 有这个节气 神只不过是拣选了 以色列这个民族 成为他的新娘 所以他 借着他对以色列 那个不变的 那个忠贞的爱 虽然以色列一再地背叛他 虽然以色列一再地跌倒 但是神 早就已经预备好 一切的救赎 在他时间到了时候 一次又一次地 来施恩给以色列 但是当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这些基督徒 当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 那个坚真不变的那个爱 我们就知道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爱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 一年又一年 按照耶和华的时间 我们来重新来 来纪念 耶和华的节起的时候 这就是在 对于过去 神对以色列 神对于我们 每一个个人 每一年 神的慈爱与供应 就会有一个纪念跟提醒 那还有一个更大的 事实上 在神 圣父跟圣子 以及圣灵 对我们整个全人类 他的救赎的计划 在整个耶和华的节起里面 我们待会就会看到 很详细的 他直接地指向了 第一次 而且很清楚地 就是先就已经预言出来 这个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 弥赛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 以及接下来 他会怎么样来 第二次要来到这个地上 是对我们有一个 很清楚的 一个预告 并且让我们能够有所预备 那 这是一个 神命定的时刻 所以平常 平常我们很多 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 以及神对我们的应许 那是按照信心 你的信心大小 会决定你能够领受到 多少的程度 可是神有一些 特别的一个 恩门大开的时候 就是在祂节期的时候 这是祂命定的时刻 这种时候 跟你的信心的大小 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大 所以你才领受到神的祝福 而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神的这个律 你在神的这个天门打开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 顺服神 踏进去 你愿意来跟神在这个 祂要来造访的时刻来相遇 就像当时 Dr.Renny在上次 在我们当中特会的时候 他有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问大家说 在神创造人之前 什么事情已经先发生了 对 羔羊就已经先被杀了 神已经早就已经知道 人会堕落 神早就先预备 在创造这个宇宙 创造人之前 就先预备好了 祂的爱子 要来为我们赎罪 要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路加福音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 但是我们今天 重新接回到以色列的根 去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 为什么说耶稣 祂走进耶路撒冷 而且祂就是在这个节期之前 走进耶路撒冷 祂就在 祂心里面就是在 很难过 在感慨 我们按照阿爸父的吩咐 在节期的时候 在这个Passover 在雨夜节节期的时候 我们来到耶路撒冷 全以色列的南丁都来了 可是他们却不接受 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 他们没有去抓住神 临到他们的时机 等到时机过了以后 他们再想要求神救赎的时候 不再是那么容易 另外这就是为什么说 哥罗西书上面有讲 他说节期是后世的影儿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哥罗西书第二章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月朔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所以这个地方 他就是使徒们 就是在提醒 犹太人同时也提醒基督徒 过节期 可是他特别在提醒这些犹太人们 他们不要再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拘泥在那个小节上面 饮食要吃什么 吃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不对 你这个月朔要怎么做 你差了一个小时 所以你不对 他不是要去让这些犹太人 去用这些繁文入节 来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 这个词是预表一个后世的影儿 预表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主耶稣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 不知道的时候 可是弥赛亚已经在他们所 每年过逾越节节期的时候 所做的这些所有的节期里面的 很多的细节上面 就已经预表了 包含时间来的方式 从哪里进耶路撒冷 怎么样来成为人的救赎 怎么样成为他 他们以及你跟我 我们的救赎 这些后世的影儿 神都已经预先在节期里面 预先来prophesy 先知信的先把他做出来 让我们大家很清楚知道 耶稣是这样来 他第一次这样来 他第二次会怎么样再来 还是会按照神 预先所小遇的 所以这个后世 很明白的就是在指指 耶稣外来成为我们全人类 也包含为犹太人 成为舍身流血的救赎 那三大节期 月节 五旬节跟祝鹏节 神是小玉以色列 所有的南丁 都要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自己也一样 当我们这样子按照神的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 在他天门打开的时候 重新再来守这个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提醒 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去年怎么样的 因为这样子蒙神恩典 神怎么样大大的祝福我们 那我们心里面就能够 更加的心就能够被神所吸引 我们就更知道 我们要赞美祂赞美什么 更加从心里面来奉献 并且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崇拜 都把它归给我们的神 并且这一次一次的来过这个节期 我们就更加加强 我们跟神的认识跟关系 所以节期如此重要 逾越节第一个节期 更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其实人子耶稣 在他来到第一次 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他也是按照阿爸父 对于犹太人的小 他也是犹太人 对于犹太人的小遇 他也是在逾越节的节期的时候 来带出阿爸父 所要他来行出来的神迹 所以约翰福音 第二章那里有讲到 逾越节进了 耶稣就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去 而且呢 马太福音上面 以及其实四福音上面都讲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 与门徒在耶路撒冷一同吃了 那个最后的晚餐 Dr.Renny他当时说 这个叫做The Lord's Super 这个最重要的 我们一再一去剥饼 领受神的救恩 领受神的救赎 的这个剥饼的这个晚餐 就是在 预备 预备鱼夜节 研习前的那个晚上的无效晚宴 他们从鱼夜节的前一天开始就开始吃无效饼 就是全以色列在鱼夜节前的时候 开始那个百货公司 全部那些有效的东西都下架 只有放无效的饼 所以他们从鱼夜节的前一天晚上 还没有杀鱼夜节羔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来吃无效的晚宴 当做一个就开始来预备 来纪念 而且来预备他们的心 准备第二天最盛大 最正式的那个鱼夜节晚宴 这唯一的不同就是 其实他们在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带领门徒 所一起吃的这个The Lord's Super 他们也吃苦菜 也用苦菜来沾那个醋来吃 他们也吃无效饼 也剥饼 耶稣也剥饼 那他们也喝酒 唯一的就是他们没有吃羊肉 羊肉是真的要等到 鱼夜节的一天正式的过了 羔羊 为他们赎醉的羔羊被杀了以后 才赶快来准备羊肉 所以是等到真正的鱼夜节的晚宴开始的时候 才吃到羊肉 接下我们来看 但过羊肉节的礼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羊肉节是希伯来的胜利的正月 那这个月其实原本 犹大人跟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有农民历 有阴历 犹大人也有一个他们的农民历 那他们的农民历里面 是俗年的七月 但是神特别把它分别出来 在这个时候小玉 就是在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小玉他们说 从我带你们出埃及开始 这个月算是你们的正月 是胜利的正月 是属于耶和华的正月 但是在原本他们叫做亚比月 但是呢 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这个月就被改名 变成尼散月 但是不论是尼散月还是亚比月 反正anyway 就是这个他们的阴历七月 以及我们阳历的四月这个时候 但是呢 阳历不一定是四月 因为阳历的日期算法跟 犹大历的算法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会是四月 有的时候是五月 但我们今年是在四月 那神在这个时候 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神向以色列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我的眼中 以及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时候成为你们的一年之首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月节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这不是一个最原始的开始 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最原始的开始 大家都记得 Dr.Renny在去年祝鹏节特会的时候 有跟我们大家讲 神起初创造 神创造天地 是在什么节期的时候 对 是在Rashashana 在Zuchara节期的时候 这个Zuchara节期才应该是 原本的开始 对不对 可是呢 神在 就像Dr.Renny所说的 神在创造之前 羔羊就已经被杀了 他早就已经预知 就知道人会堕落 他早就已经预备好 他要为人准备一个救赎 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所以Zuchara 就是祝鹏 对 祝鹏节节起 是一个神创造天地的开始 这是神原创的心意 可是后来 以色列人 进入到奴隶的捆绑 我们人也是一样 亚当夏娃堕落 我们人都进入到 罪的捆绑里面 那Dr.Renny当时有讲过 当你在用手机的时候 那个手机开始 功能都不良 很慢的时候 你就要Reset 对 所以神就是预备好了 在余月节期 是一个Reset 是一个重新开始 所以说那上面的箭头 是重新到了余月节 在尼伞月的时候 在犹太人的 这个旧历的七月的时候 又重新开始有一个起算 是胜利的正月 又重新开始 所以神就因着 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为我们舍身流血 并且借着余月节 吃羔羊 杀羔羊 涂羔羊的血 在门楣上面 灭灭的天使越过 救赎以色列人 这下来预表 就是神借着 祂的爱子羔羊 为我们舍身流血 把时间重新赎回来 使我们原本是赎他的 赎神的百姓 可以重新再有一次机会 reset 把一切的混乱 重新再修复 重新回到他原始 要祝福我们心意的 循环的里面 所以呢 大家在这边看到 余月节 是尼伞月的十四日 今年 是四月十四号 余月节 披萨 英文是pass over 这整个希伯来自 余月节的意思就是 越过 把翅膀张开覆盖 保护覆盖以色列人 保护我们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出爱基记十二章 耶和华怎么样 小遇以色列人 以后每年 这样子来过余月节 个人要按着父家 取羊羔一只 用四天的时间预备 到本月十四日 把羊羔宰了 所以神借着这个 叫以色列人 代代都晓得 让他们知道 要来缅怀他们的祖先 怎么样原本受 埃及的苦意四百年 神听到他们的呼求 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脱离奴隶的身份 得到自由 开始前往迦南美帝 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读到 出爱基记 他说 是献给耶和华 逾越节的节记 当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时候 他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 那Dr.Renny 在去年特会里面 有讲到 为什么以色列人 到了红海 红海会分开 有没有人晓得 对 有人说出来 因为 他们是在 逾越节节起的时候 按照耶和华的心意 在天门打开的时候 来到了红海边 他们按照神的心意 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神的天门 在那个地方已经打开了 就为他们把红海给分开 逾越节节起 其实持续七天 所以逾越节起本身只有 就是说逾越节起 你会常常听到 逾越节起 逾越节起 或者你甚至会听到 无效节起 无效节起 这是指同一个 都是一个范称 就像这个Sukkah 这个祝鹏节 其实上吹角节 是祝鹏节的其中一个部分 可是你会听到吹角节 你会听到祝鹏节起 整个范称是一个祝鹏节起 同样的 逾越节起 其实逾越节本身只有一天 就是今年的4月14号到15号 但是除孝节是 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 除孝节又会延续过六天 所以你会看到 在以色列的日历上面 你会看到15号晚上开始 进入到除孝节 但是你会看到 连着接下来的六天 得过看到除孝节一 除孝节二 除孝节三 一直连续六天 到第七天的傍晚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说 逾越节起常常也是称为除孝节起 那路加福音上面有讲 除孝节 需要宝节节 需要载月节羊羊羊的那一天 到了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很重要 出埃及记十二章 当夜要吃羊羊的肉 用火烤了 与无效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 要用火烤了吃 你们吃羊羊 当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 手中拿杖 赶紧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段里面 耶和华就是跟以色列人讲 你们在过愉悦节的时候 吃羊羔的肉正确地吃法 神特别小于以色列人 吃羊羔的肉不要用水煮 要用火烤 神其实是在预表 大家记不记得在 Damiel牧师所跟我们上个礼拜刚听的 他说神在这个2014年 愉悦节开始 是一个两年的时间的起跳 是一个给我们人 给我们基督徒 以及给全地 一个最后的一个跟他和好 再跟他重新再进入一个与他和好 在与他同心的一个位分里面的 最后的两年的机会 在这两年里面 从2014年的愉悦节 这四四月时的第一四月时出现 一直到2015年的 祝鹏节节期结束 在这两年里面 不多的时间里面 神的那个审判的火 会临到这个地上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审判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会亲身经历到 所以说 神小于以色列人 他不在过渔月节 为什么用这种先知性的动作 他吃的是火烤的羊肉 不能是水煮的 因为火烤是神审判的 那个圣洁的火 圣洁的愤怒在审判里面 带有洁净的能力 可是如果你只是用水煮的话 神就是用这个一个动作 来让他们知道说 你如果只是水煮 那个只是经历苦难 但是你没有经历我圣洁的火 来帮你们洁净 那你受那个批破的苦 就白受了 我的心意不是要你们去受苦 我的心意是要你们与我对齐 那为什么吃苦菜 那是要小于以色列人 他们代代要来 重新来在这个时候吃苦菜 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 怎么样来带他们 从为奴之地 进入到有自由的 流奶与蜜之地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一样 我们思想主 怎么样把我们救拔出来 我们也从前是为奴的 甚至于我们今天 可能还有一些为奴的地方 可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 让我们悔改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在这个节起恩门大开的时候 重新悔改 他会给我们那个特别的恩典 特别的力量 来出埃及 从奴役我们的苦境里面 让我们能够转回 这同样对于我们 所不能够拔出来的罪恶 那些addiction 那些捆绑 也是一个把我们救出来 让我们知道 那个是苦的 把我们从苦里面救出来 所以说 耶和华小育以色列人 腰间束上腰带 脚上穿鞋 鞋子穿好 手上杖拿好 赶紧吃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愉悦节的餐食 愉悦节的羔羊 一吃下去 赶紧就要预备好 当夜灭命天使就来了 法老王就要来下令 以色列人赶快走 当夜就走了 这个天门一打开 一个晚上之间 神就来震动埃及 使得以色列 原本是在居尾的 忽然之间就成为居头 原本是属于埃及人的财宝 忽然之间就全部都归于 以色列人的手上 原本是逼迫 以色列人的埃及人 明天就不再看到了 其实这同样的 神也是在对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话 当我们在这个神所 小玉的时间 他的恩门大开的时候 四月十四号 今年的十四号 十五号 一月节起的时候 我们因着信心 相信他的应许 我们踏入他的 节起的这个天门的里面 当我们来领受了 羔羊的宝血 吃了羔羊的肉的时候 吃了他的饼 无效饼的时候 那个原本逼迫我们的埃及人 我们就不再看到了 当夜就不再看到 但是呢 逾越节到底是一个审判 还是一个救赎的日子 就是对明牧师所说的 在接下来这个2014年到2015年 短短两年的时间 这到底是对 我们是不是跟世人一样 这只是审判吗 还是这是一个救吧 我们的日子 这完全是看 我们要住在哪一边 我们要怎么来预备 灭明了天使过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是 门楣上面有没有羔羊的血 我们有没有经历 让我们自己去经历神的审判 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就代表说 罪被洁净 耶稣牺牲了赎罪 为我们设立新约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YouTube影片 Mosem I'm Ron Cantor With Moos Israel This Passover Millions of Jews Will gather around The Seder table To recount the amazing way That God saved our people More than 3,000 years ago When Moses Le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Up out of Egypt And across the Red Sea Sadly Most will not notice The amazing parallel Between the Passover Lamb And Yeshua The Jewish Messiah Yeshua's cousin Yohanan Otherwise known as John the Baptist Saw this through Prophetic revelation And declared Concerning Yeshua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Passover more than Any other holiday Screams that Yeshua Is our salvation Look at the parallels On Passover We are commanded To kill and eat An entire lamb The lamb that they chose Had to be perfect Without any defect Also during the last supper Yeshua took bread And broke it Telling his disciples That it was his body And to take and eat The bread that Yeshua Picked up Was matzah Unleavened bread Chameitz Or leaven Is a symbol of sin That is why on Passover We remove all the leaven And from her home When Yeshua took that Unleavened bread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He was declaring himself To be sinless Just as Simon Peter said You were not redeemed With corruptible things Like silver or gold From your aimless conduct Received by tradition From your fathers Bu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Messiah As of a lamb Without blemish And without spot And how can we forget That the meal Which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last supper Was actually a Passover seder Yes Yeshua died on Passover Just like the Passover lamb Now after they had eaten The matzah He took the third Of four cups of wine That we drink on Passover And it's called The cup of redemption And he said For this is my blood Which ratifies The new covenant My blood shed On behalf of many So that they may have Their sins forgiven Likewis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instructed To take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put it on their Door post Just as God was bringing Judgment on all Egypt Killing their firstborn He said When I see the blood I will pass over your house And the plague Will not touch you The blood of Yeshua On the door post Of our hearts Protects us from God's judgment Even as the blood Of the lamb Brought salvation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rough Yeshua We are not only Protected in this life But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will have Eternal life Actually God's lamb was promised To the world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 exodus When Abraham was taking His son Isaac To Mount Moriah To sacrifice him there Isaac asked his father Where's the sacrifice Abraham responded My son God himself Will provide the lamb But later in the chapter It's a ram It's a ram That Abraham finds In the thickets Not a lamb That lamb Of whom he Unwittingly prophesied Would come later As God's son And messiah Yeshua Just as John had said Behold the lamb of God Even as Abraham The father of our faith Was willing to give God his only son God sent his only son The lamb of God To shed his blood For our salvation On a very special passove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Would you take time This passover To pray that God Would open up the eyes Of Jewish people Everywhere To the true passover land Yeshua the messiah From all of us at Ma'oz Chag Pesach Semeach Happy passover 我们现在就来看 看啊神的羔羊 我们来看神的羔羊 是怎么样在约结里面 来为我们来 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拿起柄来注谢了 就剥开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血 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所以耶稣在 余夜节的 开始的那个前一个晚上 他就带领他的门徒 来到了这个 他所预备的那个屋子里面 就吃这个余夜节 前准备余夜节宴席的 那个晚上的晚餐 但是这还不是 最主要的那个 余夜节的那个Seda晚餐 他在这个晚餐上面 剥饼 用那个无效饼 然后对他的门徒说 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 这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舍的 然后拿起杯 就是喝的那个余夜节的酒 那个杯 说这是用我的血 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事实上 余夜节的羔羊 阿爸父早就小育以色列人 是用完全精确的方式 来一年又一年来 先知性的预言 主耶稣怎么样的 他们的弥赛亚 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怎么样的来到这个地上 成为我们的救赎 余夜节的羔羊 按照耶和华的节起 上面是说正月初十的时候 要被选好 就是余夜节前四天 而且在耶稣那个时代 能够陷入圣殿里面 来成为余夜节羔羊的羊 只有从伯利恒这个city 这个town被选出来的羊 才有资格被陷到圣殿里面 而且选好的这个余夜节 无瑕疵的羔羊 只能够从橄榄山东边 从那个羊门 被带进耶路撒冷去 这是耶和华的礼 他们是这样子来过余夜节 一年又一年 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 第一次之前 就来一次一次的先知性来预表 主耶稣会这样子来 耶稣 他确实是身在伯利恒 阿爸父完全是按照 我们的耶稣 也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在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方法 他身在伯利恒 而且他真的是在正月初十号的时候 从橄榄山 从阳门骑着旅 进入到耶路撒冷去 而且呢 他进城的时候 众人 众百姓 就把中树子铺在路上来呼喊 何散啊 何散啊 奉族鸣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就是这些群众 就像他们认定 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 指名耶稣就是 以色列的那个羔羊 弥赛亚 群众当时已经选定了 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那个弥赛亚 所以说出埃及记上面有讲 他说本月初十日 取羊羔 要没有残疾的 一岁的公羊羔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的全会众把羊羔宰 羊羔要查验四天 看来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瑕疵 完全没有残疾 耶稣同样的 真的是在这个耶路撒冷 被试验四天 他十号就进城 一直查验到十四号 以色列的全会众来查验 祭司 长老 文士 法利塞人 全部来查验他 真的是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 没有瑕疵 到了正月十四号的早上 羔羊按照耶和华的节洗的律 是早晨九点钟 羔羊要被捆绑到祭坛上面 公开示众 要捆绑六个小时 同样的 耶稣也是在正月十四号 早上九点钟 按照当时的犹太人的律 定上十字架 在加略山上面公开示众 从早上九点开始 要绑六个小时 羊羔 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切断他的喉咙 羔羊被牺牲 同样的 耶稣也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断气 他大喊成了 断气 那其实 希伯来文他们成了 他意思就是说 再全部都还清了 所以真的是再全部还清了 完成献祭需要六个小时 耶稣挂来十字架 不多不少 六个小时 羊羔必须投身的 耶稣是神投身的儿子 羊羔的骨头 一根都不可折断 耶稣的骨头也是一样 一根都没有折断 以至于 他的淋断气的 本来是要打断他的腿骨 都不需打断 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 完全来应验到 弥赛亚的预言 接下来 鱼业节 吃完鱼业节 就是 by the way 就是刚才 下午三点钟 羊羔被杀 以色列人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烤羊羊的肉 赶紧到了晚上 六点钟 就要吃鱼业节的晚餐 Sedar 然后就开始进入到无效节 鱼业节第二天进行 4月15号 除孝节 按照立位记上面讲说 这15号是向耶和华手 吴孝节 他们要吃无效饼七日 孝就是预表罪 同时呢 也是在纪念 他们被耶和华手 救拔出埃及 是如此的匆忙 当天晚上 吃完羊羔的肉 当晚灭命的天使就来了 法老王紧紧地就赶他们赶紧离开 所以他们是匆忙地离开的 而且必须匆忙 因为神打开天门的时间 就只有那么一段时间而已 事后一过 法老王就反悔 所以说 他们是要纪念 他们的祖宗 在被神救拔的时候 匆忙离开 如此匆忙 以至于 没有时间让那个面孝发孝 所以都是无效的病 可同时也预表 先知性地来预表 这个孝是罪 要把它除掉 就你看同样的 耶稣也是在 在无效节的那个节期的时候 他一进到耶路撒冷 头一件事情就到阿爸夫的店中 去免出那些兑换银两 那些做生意在那边 做买卖的人 他是在为愉悦节来做 捷径阿爸父神的 圣殿的这个工作 同样的 无效饼MASA 刚才在那个YouTube里面 有看到 犹太人其实要吃 他其实有三片无效饼 待会我们在下一个YouTube 还会看到更详细 那个无效饼 总共有三片 上中下三个 放在这个 装无效饼的袋子里面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仪式里面 他们在喝第三杯酒之后 拿无效饼出来掰开 只掰中间的那一个 为什么是三片无效饼 为什么只掰中间的那一个 因为三片有效饼 圣父圣子 圣灵 中间的是圣子 掰开的是圣子 这是在预表 在以赛亚书上 他说他被压伤 他被鞭伤 撒加利亚书上讲 他被砸 为了我们的罪被砸 所以在除效节 耶稣是无罪的生命的粮 同样的 他们犹太人在过无效 过无效节的时候 他们在大餐上面 要四个杯 一共要喝四个杯的酒 也是要等到第三杯酒的时候 才来把那个无效饼拿出来 放在桌上掰开 其实也是在预表 耶稣受死三天以后复活 同样的 我们来过这个无效节 再过这个pass over 这个神救拔我们的日子的时候 神也是要来提醒我们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效 我们里面有什么罪 是容许撒旦来奴役我们的 使我们过得很贫穷的 耶稣要在这个时候 打开天门来 要来为我们死 释放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此 出埃及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接下来是出手节 出手节 尼桑月十七号晚上开始庆祝 是要感谢神赐给他们 大麦的出手 很丰盛的出手 而且这是一个 接下来一年的预表 因为出手开始 如果很丰盛的话 接下来的大收获 到了年底会更丰盛 这就是为什么立位记上面 所以铁副传道 他以前在收奉献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的奉献拿出来 在神的面前摇一摇 做摇祭 这是有圣经根据 立位记 神真的是小于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拿出手的大麦 在耶和华人面前摇一摇 献上出手庄稼以后 他们才可以来吃任何的收成 他们是在庆祝出手 其实耶稣复活的当天 就是出手节 第三天复活 阿爸夫就是让这个来预表 如果出手的是封硕 我们的主耶稣是封硕的 那我们这些全手的 我们也会是封硕的 哪些方面封硕 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 那些圣灵的九种果子 那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封硕 甚至于阿爸夫早就一再地 按照各种的他的节气 以及他的所有的重要的事情 来小育我们 大家都很熟悉挪亚方舟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方舟在洪水退了以后 是停在亚拉拉山上 可是洪水 以及之后的救赎 神其实也是在重新让人 有一个reset 重新开始 一个new beginning 这个new beginning 再一次 而且是在之前 就是在开始这个 逾越节出埃及之前 也在同一个日子 同一个天门打开的时候 在正月十七号 阿爸父神让挪亚方舟 停在亚拉拉山上 洪水退去 所以这是一个reset 神的救赎 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日子 接下来再看下一段YouTube 欢迎来到一位最 exciting times of the year in Israel Passover or as it's called in Hebrew Pesach all across the country the Passover spirit is evident store windows displaying new table settings for the holiday supermarket shelves being cleared of all bread products and restocked with unleavened bread known as matzah yes Passov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for Jew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t celebrat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our history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Israeli people were forced to work as slaves for the pharaoh in Egypt until at last God sent Moses to lead them to freedom the Bible tells of the Jews' miraculous exodus out of bondage and into freedom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and into the promised land Moses said to the people remember this day in which you came out from Egypt and the house of slavery for by a strong hand the Lord brought you out from this place and so we remember by celebrating each year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the Passover the most common tradition for the Israeli people this time of year is to gather together for a Passover Seder meal more than just a typical dinner the entire meal is based around symbolic foods each food telling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story of the exodus out of Egypt among them the matzah why is the holiday known as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because when at last pharaoh relented and let the Jews go they knew they had very little time to escape the Israelis didn't even add the yeast for their bread to rise they just grabbed their things and fled thus the unleavened or unrisen bread is eaten to remember that hurried flight to freedom symbol number two the shank bone a reminder of the lambs that were to be killed the sacrifice God commanded the Israelis to make each year on the Passover for it was the blood of a lamb that protected the Jewish people just before God sent them free the biblical book of exodus tells us how God brought nine plagues on the Egyptian people as the punishment for the way they were treating the Jews blood frogs vermin flies pestilence boils hail locusts and darkness but none of them were enough to change pharaoh's heart it wasn't until the tenth and final plague that pharaoh finally relented and let the Jewish slaves go that tenth plague was the killing of the firstborn of each Egyptian family to make sure that no Jewish children were killed God commanded the Israelis to kill a lamb and to wipe its blood on the doorposts of their homes that way when the Lord was moving about Egypt slaying each firstborn child he would see that the Jewish homes were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would thus pass over their homes leaving their children safe truly the entire Bible from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Genesis to the closing chapters of Revelation is a detailed picture of God's redemption of mankind of his promised Messiah or Savior but no picture is more vivid than the story of the Passover did you know that Yeshua the Messiah celebrated Passover did you know that his famous last supper was actually a Passover Seder that Passover as lambs were being killed and sacrificed Yeshua himself would be arrested beaten and crucified this Yeshua who John the Baptist calle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was now becoming the sacrificial lamb for all mankind like the Passover Matzah he was pierced and strip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one final Passover symbol remains a mystery to many Jews each year during the Seder meal three pieces of Matzah are put into one special bag three in one but most Jews are uncertain as to why three pieces are set aside Why do you have three matzah? Yes, on Pesac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y do you have three matz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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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lso much confusion as to why the middle matzah is broken wrapped in its own special cloth hidden somewhere in the house then returned by the child who finds it and finally broken into small pieces and shared with all at the table we Messianic Jews see these three pieces of matzah as a picture of the ultimate three in one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ree in one the triune God the middle matzah the Son broken wrapped in cloth buried and then rising again just like Yeshua our Messiah at that last supper Yeshua took the matzah broke a piece for each and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saying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eat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one has to wonder on that night of the exodus when each Israeli family took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wiped it on the doorposts of their homes first on the top then on the two side posts did it resemble the image of a cross? Sons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 神的话 你们知道 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 虚妄的行为中救赎出来 不是靠着会朽坏的经营等物 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的血 因为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肉 主耶稣的血 祂已经为我们把祂的身体剥开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 被祖宗所遗传下来 虚妄的行为所捆绑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你在神的面前 你与祂独处的时间 你可以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你不需要管别人 你可以向你的神祷告出来 你自己最清楚 你在什么地方 你依旧被捆绑 你有什么原谅不了的人跟事吗 有什么疾病把你给捆绑住吗 你的家庭关系里面 有什么救发不出来的地方吗 你的工作里面 你是周围的环境里面 电脑网络 他可以自由地站起来 你可以大声地去开口 在神的面前 大家都不要去听别人 只是你自己 跟耶稣之间的时间 你可以自由地站起来 你甚至可以走动 你自己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耶稣 我实在是来到你的面前 我实在要向你来承认 我的里面 有对于我 我老板里面那个没有办法释放出来的原谅 你真的是帮助我来原谅我的老板 他所说出来 那些 同事们觉得知道不公义的话 他并不晓得他自己所做的 神你来帮助我 帮助我 原谅我的老板对我所说出来那些伤害的话 主耶稣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我们领受 祝你宝血带出来的能力跟自由 祝你的宝血使我们得顺 祝我们越过我们没办法越过的事 那主谢谢你 借着你的宝血 祝我们的生命得更新 在我们个人的捆绑和征战的里面 祝我们宣告祝你的宝血能够救把我们脱离一切 脱离一切 头蹄要给我们的捆绑 祝我们接受 祝你宝血释放出来的大能 祝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祝我们说我们领受 你的宝血能够释放出来的能力 祝我们敞开我们的手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说 祝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 可是祝靠着你的宝血 祝我们能够得胜 祝我们谢谢你的宝血 现在涂抹在我们身上 现在涂抹在我们的 我们的问题上 我们的困难上 祝我们涂你宝血的大能 我们涂你宝血的大能 我们释放你宝血的能力 祝我们谢谢你 使得祝我们没办法打败的 祝你的宝血为着我们 祝帮助我们来打败这一切 谢谢主 好 你现在你可以 刚才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困难的那个地方 你领受神 你要吃下来这个宝血的能力 我鼓励大家 你可以比较大声一点的开口 你不用听旁边的人讲什么 你听你自己的声音 好 你就开口 比较大声的宣告 你能够知道 你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你求神释放 祂宝血的能力 你宣告出祂宝血的大能 在你的困难里 你的困难中 你宣告祂宝血的能力 祝我宣告你的宝血 能够使我突破 我心里一切对人的惧怕 祝现在我在我学校里 面对的困难 祝我宣告祝你的宝血 使我得胜 使我能够面对 我觉得不可能面对的事情 祝你的宝血 加着力量给我 祝我谢谢你 我领受祝你宝血的能力 哈利路亚 主赞美你 为你开口 你把你个人的困难 交在神面前 吐耶稣基督的宝血 在你的困难上 神的宝血 能够使你得胜 是主耶稣 我也在你的面前来宣告 那个祖宗遗传的 我家里面的高血压的篷棒 主耶稣你今天要为我来解决 是 因为我所受的鞭伤 我的高血压要被移植 我的血压要降下来 要成为一百二八十 鼓励大家继续开口 不要管别人 可以大声你在神的面前 你在哪何处 成为法老的奴隶的 你就把它向神说出来 那个真是神今天要救赎你的地方 祝我们大声地宣告 祝我们大声地宣告 祢的保险能够使我们得胜 祢的保险能够使我们得胜 我们释放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保险 在这个房间里 神高扬的保险 最高的高扬的保险 我们涂你的血在我们的身上 主祢的 祢真实的这个血 现在一滴一滴的涂在我们的身上 涂在这个房间里 涂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 需要得意志的 我们现在领受祢保险 带下来的遗志 需要盼望的 主我们现在领受祢保险 带来的盼望 主需要得着自由的 我们现在领受祢保险 释放出来的自由 主我们徒祢的保险 祢的保险在这个房间的四周围 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 主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我们领受祢的保险 好不好 你现在你甚至都可以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有一个 有困绑的话 有不应该被开的门 你可以涂耶稣的保险在这个门上 是抽屉没办法进入这个门 你用神的保险把它封住 如果是遗传的一个 generational的一个 一个咒诅的话 你涂耶稣的保险 今天把它破除掉 你觉得你生命中有在金钱上 一直有钱漏掉 你可以涂耶稣基督的保险在这个门上 把这个门封住 我们宣告主 借着祢的保险仇敌 没办法偷窃杀害 毁坏 主我们家庭里所有的祝福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涂祢的保险 羔羊的保险在我们生命的门上 主我们谢谢祢 你甚至可以用你的手 可以开始抹耶稣的保险 在你生命的门上 你可以开始做先知心的动作 涂耶稣的保险在你生命上 把它涂上去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涂住你的保险 使用你的全兵 开始使用你的全兵 我鼓励你 你甚至都可以站起来 你可以站起来 你走进你的全兵里面 你涂耶稣的保险 你把你的手伸到神 羔羊的边上里面 你摸着祂的血 把那个血拿出来 摸在你的门上 摸在你生命中的困难上 涂耶稣的保险在你的困难中 是的 我们在这边 奉着耶稣宝贵的圣名 来把羔羊的保险 祝耶稣的保险 涂在我们牧主先锋教会的门上 涂在我们牧主先锋教会的 每一个家庭的门上 靠着耶稣的保险 靠着余月节的羔羊 耶稣已经帮我们 从法老的奴隶里面救赎出来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贫穷 捆绑 囚禁 瑕疵 疾病 我们明天将不见再看到了 法老王从此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权柄 持续在你神的面前来宣告 你可以大声地宣告出来 大家可以跟旁边的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以主 来开始大声地宣告 主耶稣的保险 徒在我们家的门楣上 靠着耶稣的保险 愉悦觉得羔羊 我今天所看到 捆绑挟持我的法老 我明天将不再见到了 好 两三个人以主 来大声地来宣告 来祷告 就跟你旁边的两三个人以主 大声地祷告出来 有神照我们口里所说的成就 神照我们口里宣告出来的来成就 祢能让我们越来越来越来越好 祢能让我们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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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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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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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